在菲律賓網上發布的視頻顯示 星期天在塔拉克一對母子被警察槍殺 事件引發全國人民憤怒 據報該名警察已自首投案 英國出現新冠病毒變異 法國禁止英國的貨車入境48小時 貨車滯留在臨時停泊處 亞富汗首都赫布爾 發生路邊炸彈襲擊一輛汽車 造成至少5個人死亡 其中包括4名醫生 中非共和國總統雅德拉呼籲 民眾在12月27日大選當中投票 較早前該國發生未遂政變 盧旺達已經派幾百名維和人員前往當地 法西警方拘捕李若義內勞市長克里維拉 他涉嫌與受賄事件有關 法西警方拘捕李若義內勞市長克里維拉 法西警方拘捕李若義內勞市長克里維拉